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在日幣還沒貶值之前的話呢 哇 那這個價格可能真的有點吃不消 有香蕉的味道欸 好 這一點就跟台灣人的共茶是完全不一樣 作為一個很道地台灣的口味來說 非常不能適應的口味 幾乎是感覺像沒有加糖的感覺 不過呢 它因為有牛奶的這個甜的香 所以也不會讓你喝起來很澄 調配的蠻好的欸 喝起來是有一些台灣味的 很多人在排隊欸 太棒了吧 全部都有通過了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呢 要來帶大家開箱的東西 其實是出自於我的好奇心 這幾天走在東京的街頭上 不管是元宿 金宿 澀谷 或者是東京車站等等的 都會看到很多台灣的手搖椅 這裡住的民宿呢 巷口就有一間一房 那這時候就記起我的好奇心 因為像我之前呢 也去過上海待了好一陣子 在那邊呢 也會有很多台灣的手搖椅 那這喝起來之後呢 我覺得跟台灣還是有蠻大的差別 口味上都是有做過調整的 那我就很想要知道說 在東京的台灣手搖椅 口味上會不會差非常的多 那我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其實進軍日本的台灣手搖椅 非常的多 至少呢 有20間以上 選幾間我在台灣比較常喝的手搖椅 我們就挑個三間吧 好 那首先第一個 我也很常喝它的奶蓋 應該還是可以稍微做一些對比 東京也有COCO 那我覺得我們也要去喝一下COCO 說不定我還可以比較一下 台灣的COCO 上海的COCO 跟東京的COCO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最後一間的話 那我的春水糖 其實我對於它的珍奶 沒有喝過非常的多次 兩到三次而已 不過因為春水糖在台灣 也是很多招牌的一些點心 不知道在日本還有沒有 這個就讓我覺得蠻好奇的 然後我們開出門了 GO 哇 我們找到了 那共茶呢 在日本的名字是用英文打的 共茶 看不太早菜單 但是它這邊有加的應該是珍珠 韓天 這應該就是奶蓋吧 呃 我們得找找啊 Liz One 然後M 然後Ice 東京的共茶好貴喔 剛剛這樣買一杯 中杯的喔 不知道是什麼 要710日元 140左右的台幣欸 哇 沒想到東京的共茶 這麼貴啊 好的 我們買到第一間了 老實說我覺得看顏色很像是陪茶 其實它的價格真的不算是便宜欸 隨便一個烏龍茶 大杯的 就要420元的日幣 也是要80塊左右的 哇 這個就完全顛覆我的想像耶 但是如果加上了一些像這個Strawberry的Milk 應該是草莓牛奶 中杯的話580元 大概是100多元 比起來的話呢 加了牛奶之後好像沒有加非常多錢 應該是茶類偏貴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在日幣還沒貶值之前的話呢 哇 那這個價格可能真的有點吃不消 那我們現在就去嘗 我們先看看吧 好像在看驚喜包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先喝喝看上面這一瓶 應該是奶蓋沒有錯 沒錯它是奶蓋欸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奶蓋上面這邊 有點黃黃 有香蕉的味道欸 好 這一點就跟台灣的共茶是完全不一樣 我還是覺得純的奶蓋比較好喝 把它攪拌一下 連茶一起喝 好 我現在知道它是為什麼上面要加香蕉醬了 這一杯飲料呢 它是香蕉奶蓋 不知道是哪來的特色產品 這是在台灣絕對買不到的東西 有一點奇怪 它的茶喝起來口感有點渣渣的感覺 感覺是用香蕉跟焙茶去打出來的一個新的茶 作為一個很道地台灣的口味來說 非常不能適應的口味 就是我沒有辦法喝完的一個飲料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買到比較特色的茶啦 但奶蓋的部分幾乎是一模一樣 還是很好喝 就取決於它搭配的茶 快150元的價格 真的買到一杯中杯的 價格真的有點太高 我覺得還是在台灣喝就好 那我們去下一家吧 喔 好像看到深水堂囉 啊 對 看 十真奶 這個也關 五百五 是不是還可以 因為在台灣的春水堂 其實本來就不便宜 台灣的茶也是要85塊 奶茶要95塊 那其實稍微貴一些些 欸有滷肉飯欸 甜點都是主打台灣的甜點 看不出來這甜點是什麼 台灣有嗎?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 一個是茉莉奶茶 然後加珍珠 再來點了一個小的滷肉飯 再點了一個毛豆 就等上菜吧 所以我們的餐點來啦 首先要稱讚春水堂的上菜速度 從點餐完到它上菜 不到五分鐘吧 可以看到毛豆的部分 跟台灣的毛豆有一些些不一樣 那毛豆怎麼是連在一起的 再來看到滷肉飯的部分 這滷肉看起來是蠻厲害的 配上了三菜還有一顆乳酸 蠻有像台灣味的感覺 再來呢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囉 它應該真的是茉莉綠茶 它還多了一個豆類的感覺 所以我估計它應該是豆奶 珍珠的部分我覺得大小 比台灣的這種大珍珠 要再略小一些 秋度上呢還是蠻ok的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寒 但是也不會到很硬 算是適中吧 我覺得甜度上呢不會很甜 幾乎是感覺像沒有加糖的感覺 不過呢它因為有牛奶的這個甜跟香 所以也不會讓你喝起來很值得 調配的蠻好的耶 喝起來是有一些台灣味的 所以我覺得總結來說 跟台灣的春水堂比起來 最大的差別應該就是甜度 那接著我們就來吃這個小點心 然後日本呢是習慣 就是一串一串然後都這樣 也沒有加任何的醬料 撒了一點鹽在上面 跟台灣的比起來比較軟 然後很像是用水煮過的感覺 所以比較濕潤一點 但蠻好吃的 最後呢就是要來吃我們的 肉飯囉 這是小的煮肉飯 其實我根本覺得分量還蠻多的 拿一口來自東京的台灣煮肉飯 有耶 有像台灣的煮肉飯 但是我覺得它在尾韻的部分 有點太鹹了 收支收太多了 如果你是一個長期在東京 想念家鄉的煮肉飯的話 我覺得這是可以吃的 那我們剛剛喝的奶綠呢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喝光光了 不管是飲料啊 還是食物上面 其實都跟台灣一定程度的關聯 對比起來我覺得 供茶的CP值就沒有那麼高 不過我們還有下一家 最後一家COCO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前往第三家吧 唉唷 遠遠的我們看到第三間飲料店囉 很多人在排隊耶 它太棒了吧 全部都有中文耶 奶茶三兄弟的話是 100日元 120 還是比較貴一點 跟台灣比起來還是貴的不爽 來 開動 我們後來改變心意了 就會看到菜單上面有 黑糖珍珠鮮奶 這可是代表台灣的東西 謝謝你 黑糖珍珠鮮奶 下面這一坨珍珠還熱熱的 看起來很好喝耶 珍珠信不太強 跟台灣的黑糖珍珠鮮奶 基本上一模一樣 好像不太出來有什麼差別 它連鮮奶的部分都沒有讓我感覺到 特別用日本的鮮奶啊 喝起來就是台灣的COCO 它跟春水糖一樣呢 是屬於珍珠稍微小一點點的那種 也沒有到很Q彈 所以我覺得以珍珠來說的話 春水糖比較好吃的 以茶來說的話 我個人還是最喜歡的 因為有台灣味的COCO 突然香氣了家鄉 它黑糖的部分呢 跟台灣比起來稍微少了一些些 就是大部分還是鮮奶的味道 很香醇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東京台灣手搖飲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們這次總共喝了三家的手搖飲 COCO 純水糖跟共茶 我個人覺得好喝的程度 在我心中的排名是COCO 大於 純水糖 再大於 共茶 那其實共茶呢 我必須要幫它說一句話 我們點的是它的季節產品 所以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組合呢 是在台灣比較不會喝到的 那純水糖呢 是我覺得 珍奶的部分呢 做的還蠻不錯的 喝的出來 這個是來自台灣的飲料啦 那最後就是COCO COCO我覺得它有幾個銀的地方 第一個當然就是飲料本體嘛 第二個呢 是它的整個店面的菜單 全部都有幫你做中文化 這對於台灣人來說非常的重要 推薦給大家這幾間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我本來是以為說 這邊的春水糖也會有一些像這種 招牌豆干啊 或是米血啊 等等的那種滷味食物 差異是蠻大的 但是在日本的春水糖 它就是很希望 可以有一些台灣味 可以把滷肉飯啊 粽子啊 肉包等等的 也都放在菜單裡面 反而台灣的春水糖 就不會放這些東西 available 然後在 bardzo多 late condensed香蔔 你可以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